甜鸭洗脑,雅虎拍卖饭受终 第一条,本办法依政府采购法,以下简称本法,第五十六条第四项规定定定之 第二条,删除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总满分,只招标文件所列个评选项目满分之和记总分数 本办法所称总评分,只采购评选委员会,以下简称评选委员会,依招标文件所列评选项目之配分,评审厂商投标文件,和给各评选项目之得分,再将各项得分和记后之分数 本办法所称序位,只评选委员会依招标文件所列评比项目之重要性或权重,评审厂商投标文件后所和给之序位 第四条,机关采最有力标决标者,处法令另有规定者外,应于招标文件载名下列事项 一,以何于招标文件规定之最有力标为得标厂商 二,评选项目及评审标准 其有子项者,亦应载名 三,评定最有力标之方式 四,投标文件经审查和于招标文件规定者,使得为协商极凭选之对象 五,得采行协商措施者,协商时得更改之项目 六,有应与淘汰或不与评比之情形者,其情形 七,投标文件有依评选项目分别标示及编写之必要者,其情形 八,其他必要事项 第五条,最有力标之评选项目及子项,得救下列事项则定之 一,技术 如技术规格性能,专业或技术人力,专业能力,如其履约能力,技术可行性,设备资源,训练能力,维修能力,施工方法,经济性,标准化,轻薄短小程度,使用环境需求,环境保护程度,景观维护,文化保存,自然生态保育,考量弱势使用者之需要,计划之完整性或对本彩构之了解程度等 二,品质 如品质管制能力,检验测试方法,针错率,操作容易度,维修容易度,精密度,安全性,稳定性,可靠度,美观,使用舒适度,故障率,耐用性,耐久性或使用寿命等 三,功能 如产能,便利性,多样性,扩充性,相容性,前瞻性或特殊效能等 四,管理 如组织架构,人员素质及组成,工作界面处理,骑程管理,履约所需采购作业管理,工地管理,安全卫生管理,安全维护,会计制度,财务状况,财务管理,计划管理能力或分包计划等 五,商业条款 如履约期限,付款条件,厂商承诺给付机关情形,维修服务时间,售后服务,保顾期或文件备之等 六,过去履约绩效 如履约记录,经验,时机,法令之遵守,使用者评价,如其履约效率,履约成本控制记录,牢固关系或人为灾害事故等情形 七,价格 如总标价及其组成之证确信,完整性,合理性,超预算或超底价情形,折让,履约成本控制方式,后续使用或营运成本,维修成本,残值,报废处理费用或成本效益等 八,财务计划 如本法第九十九条开放厂商投资兴建,营运案件之营运收之预估,资金筹措计划,分年现金流量或投资效益分析等 九,其他与采购之功能或效益相关之事项 第六条,机关应依下列规定,责定前条之评选项目及子项 一,与采购目的有关 二,与决定最有力标志目的有关 三,与分辨厂商诧异有关 四,明确,合理即可行 五,不重负责定子项 机关定定评选项目,子项及其评审标准,不得已有利或不利于特定厂商为目的 第七条,机关定定评选项目及子项之配分或权重,应能适当反映该项目或子项之重要性 第八条,机关办理评选,对于评选项目及子项之计分,应符合下列规定,其定有计分基准者,应在名于招标文件 一,一差异情形区分级聚计分者,每一计分级聚所代表之差异应明确 二,一厂商优劣情形计分者,优劣诧异与计分高低应有合理之比例 三,计分应具客观性,不得已采购目的无关,并不得已部分或全部投标厂商之投标文件内容为计分基准 机关定定评选项目及子项之序为评比方式,准用前项规定 第九条,招标文件未定名固定费用或费率,而由厂商于投标文件载名标价者,应规定厂商于投标文件内详列报价内容,并纳入评选 招标文件已定名固定费用或费率者,仍得规定厂商于投标文件内详列组成该费用或费率之内容,并纳入评选 第十条,评选最有力标,为例评选委员对厂商于各评选项目之表现为更深入之了解,得辅以厂商简报及现场寻达 前项厂商简报及现场寻达,应与评选项目有关,其列为评选项目者,所占配分或权重不得已百分之二十 第一项简报不得更改厂商投标文件内容 厂商另外提出变更或补充资料者,该资料应不纳入评选 投标厂商未出席简报及现场寻达者,不影响其投标文件之有效性 第十一条,机关评定最有力标,应依下列方式之一办理,并载名于招标文件 一,总评分法 二,评分担价法 三,续位法 四,其他经主管机关认定之方式 前项评定方式,其分阶段办理评选及淘汰不合格厂商者,不得就分数或权重较低支阶段先行评选,并以二阶段为原则 第十二条,采总评分法评定最有力标者,应依下列方式之一办理,并载名于招标文件 一,价格纳入评分,以总评分最高,且经机关首长或评选委员会过半数之决定者为最有力标 二,价格不纳入评分,综合考量厂商之总评分及价格,以整体表现经机关首长或评选委员会过半数决定最优者为最有力标 三,依招标文件载名之固定价格给付,以总评分最高,且经机关首长或评选委员会过半数之决定者为最有力标 第十三条,采评分单价法评定最有力标者,价格不纳入评分,以价格与总评分之商数最低者为最有力标 第十四条,依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或前条方式评定最有力标,总评分最高或价格与总评分之商数最低之厂商,有二加以上相同,且均得为绝标对象时,得以下列方式之一决定最有力标厂商 但其综合评选次数以达本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之三次限制者,进行抽签决定之 一,对总评分或商数相同厂商再行综合评选一次,以总评分最高或价格与总评分之商数最低者决标 综合评选后之总评分或商数仍相同者,抽签决定之 二,则配分最高之评选项目之得分较高者决标 得分仍相同者,抽签决定之 第十五条,采续为法评定最有力标者,应依下列方式之一办理,并载名于招标文件 一,价格纳入评比,以续为第一,且经机关首长或评选委员会过半数之决定者为最有力标 二,价格不纳入评比,综合考量厂商之评比及价格,以整体表现经机关首长或评选委员会过半数决定续为第一者为最有力标 三,依招标文件载名之故定价格给付,以续为第一,且经机关首长或评选委员会过半数之决定者为最有力标 评选委员办理续为评比,应就各评选项目分别评分后予以加总,并依加总分数高低转换为续位 前项评选委员各评选项目之分项评分加总转换为续位后,应会整合计各厂商之续位,以和计值最低者为续位第一 第十五之一条,依前调第一项第一款或第三款评定最有力标,续位第一之厂商有二加以上,且均得为绝标对象时,得以下列方式之一决定最有力标厂商 但其综合评选次数以达本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之三次限制者,进行抽签决定之 一,对续位和计值相同厂商再行综合评选一次,以续位和计值最低者绝标 综合评选后之续位和计值仍相同者,抽签决定之 二,则配分最高之评选项目之得分和计值较高者绝标 得分仍相同者,抽签决定之 三,则获得评选委员评定续位第一较多者绝标,仍相同者,抽签决定之 第十六条,评定最有力标设及评分者,招标文件应载名下列事项 一,各评选项目之配分 其子项有配分者,一应载名 二,总满分及其合格分数,获得评选项目之合格分数 三,总评分不合格者,不得作为协商对象或最有力标 个别子项不合格及不得作为协商对象或最有力标者,应于招标文件载名 价格纳入评分者,其所占总满分之比率,不得低于百分之二十,且不得于百分之五十 第十七条,评定最有力标设及续位评比者,招标文件应载名下列事项 一,各评比项目之权重 其子项有权重者,一应载名 二,续位评比结果或各评选项目之评比结果合格或不合格情形 三,续位评比结果不合格者,不得作为协商对象或最有力标 个别子项不合格及不得作为协商对象或最有力标者,应于招标文件载名 价格纳入评比者,其所占全部评选项目之权重,不得低于百分之二十,且不得于百分之五十 第十八条,公开招标及限制性招标,评选项目及子项之配分或权重,应载名于招标文件 分段投标者,应载名于第一阶段招标文件 选择性招标以资格为评选项目之一者,与资格有关部分之配分或权重,应载名于资格审查文件 其他评选项目及子项之配分或权重,应载名于资格审查后之下一阶段招标文件 第十九条,评选委员会评选最有力标,应依招标文件载名之评选项目,子项及其配分或权重办理,不得变更 第十条,机关评定最有力标后,应于决标公告公布最有力标之标价及总评分或序位评比结果,并于主管机关之政府采购资讯网站公开下列资讯 一、评选委员会全部委员姓名及职业 二、评选委员会评定最有力标会一支出席委员姓名 评选委员会知会一记录及机关于委员评选后会总制作之总表,除涉及个别厂商之商业机密者外,投标厂商并得申请阅览、抄写、复印或摄影 各出席委员之评分或序位评比标,处法令另有规定外,应保守秘密,不得申请阅览、抄写、复印或摄影 机关评定最有力标后,对于何于招标文件规定但未得标之厂商,应通知其最有力标之标价与总评分或序位评比结果及该未得标厂商之总评分或序位评比结果 第21条,依本法第56条第一项及第57条采行协商措施者,应就所有合余招标文件规定之投标厂商分别协商,并与参与协商之厂商依据协商结果,就协商项目于一定期间内修改该部分之投标文件重型递送之机会 价格需依协商项目调整者,一同 前项重型递送之投标文件,机关应在座综合评选 但重型递送之投标文件,由于协商无关或不受影响之项目者,该项目应不予评选,并以重型递送前之内容为准 评选委员会办理第二次综合评选时,其未参与第一次综合评选之委员,不得参与 第三次综合评选一同 评选委员会办理第二次综合评选,应就厂商因协商而更改之项目重型评分,比,与其他未更改项目之原评分,比,结果,合并计算,已评定最有力标 第三次综合评选一同 第二十二条,机关采最有力标决标,以不定底价为原则,其定有底价,而厂商报价与底价需减价者,于采行协商措施时恰减之,并试用本法第五十三条第二项之规定 第二十三条,机关评选最有力标之过程中,各此会议均应做成记录,载明下列事项 一、评选委员会之组成,协助评选之人员及其工作事项 二、评选方式 三、投标厂商名称 四、评选过程纪要 五、各投标厂商评选结果 六、有评定最有力标者,其理由 七、个别委员要求纳入记录之意见 有协商记录者,应赋予评选记录中 第二十四条,本办法自发布日施行 三、二、评定最有力标者,其理由 三、评定最有力标者,其理由